大家好 我是伊莉 現在是伊莉Time時間 我今天受到了統一麵的邀請 邀請我做一個美味的升級實驗 什麼是美味升級實驗呢 就是我平常的料理技巧 廚藝 就大概是那種五星級大廚的等級 妳有考過檢定嗎? 先安靜齁 我今天就是要挑戰一個不用火 就把這個統一麵打造成一個 精緻的 非常好吃 讓老闆吃到都流淚了 湯麵 它平常都會落在房間裡 我不知道它在幹嘛 有時候會聽出一些奇怪的聲音 不要亂講 然後快一點 不要亂講 哇賽 這是妳做的是不是 這是我在超商或超市買的那種即時料理包 這是紅燒牛腩 這個是義式食書 笨蛋 所以說我不需要開火的微波就好 我今天把這張料理命為 一粒主廚特製 歐式 義式 綜合排式 番茄牛蘭麵 太長了啦 番茄牛蘭肉燥麵 太長了 怎麼記啊 再說一次這次的料理名稱 一粒土圖 這樣 哈哈哈 土圖 今天要賭博是不是 首先第一步 要優雅的將統一肉燥麵的包裝給撕開 如果這個包裝撕壞了 就要再重新拿一包 啊 我撕壞了 重新拿一包 屁咧 真的啦 撕壞了真的不行 真的不完美 我要重新拿一包 快點 妳好少喔 重新第一步 優雅的將包裝完整的撕開 完美 然後第二步 要加 要加 哪個先呢 哪一個呢 五星喜大圖 我覺得調味油包先加 為什麼 調味粉包先加好了 哈哈哈 還可以這樣臨時改變主意是不是 可以 加上調味粉 均勻的試散在各處 嗯 就是這個味道 剪開來 它沒辦法試散在各處耶 其實大家不要建議 反正它到時候 到底為什麼要試散在各處 由於油包它現在是一個勾芡狀態 但是沒有關係 它到時候加了水以後呢 它就會擴散開來 我們現在要開始計時三分鐘 然後將水加入 大概加入到八分滿左右 哇 這個時候油頭已經慢慢的散開來了 到底為什麼要那麼認真的教大家泡麵啊 好 按 等一下 好 按了 在讓它等待的途中呢 我現在就要將我們這些 即時料理包拿去加熱 我可以問一下為什麼要用這些料理包 因為我不想用火啊 剩下兩分鐘 然後再等待它微波跟浩開的途中 我來切切蔥 誒 這是出來還是抽啊 沒關係 反正就是增加一點 它更漂亮的樣子 剩下14秒 好好 4 3 2 1 開 哎唷 跟微波爐時間一樣耶 算好的齁 先將蛋放到旁邊 在擺盤之前我有一個偏方 先讓大家知道 昨天吃剩的番茄醬包 雖然它的肉燥味已經夠香了 但是我覺得再加一點會更好 這我也想到要用番茄 這個喔 這是我只是剛好看到 蛤 昨天吃剩的 妳有試過嗎 可以啦 妳要相信五星級大廚的能力啊 新鮮食蔬做佐料 哇 我覺得好像很好吃耶 那個配色 完成 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超好吃的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有請 我們的評審無緣 潘老闆進行試吃 那我先喝一口湯 好 喝喝看 欸 好像真的蠻合的耶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 妳幹嘛那麼驚訝 這不是妳做的嗎 好像蠻合的耶 好 所以大家以後知道 如果在湯裡面加那個番茄醬 是不錯的 好 接下來我來吃一下 這什麼 它是有沾有些虛肉燥香味的牛奶 也是好吃的 重點是麵 統一肉燥麵 我 怎麼了 有點強 怎麼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 會這麼好吃耶 真的假的 它的肉燥味就是好像搭配什麼都還蠻合的 很意外耶 有番茄的味進去嗎 有 肉燥的味也有進去嗎 我覺得你加番茄醬真的是畫龍點睛 不是我在誇 我的廚藝真的是很棒棒耶 等一下不要偷我東西好不好 我今天的美味升級實驗室 大成功 明明都剪現成了 準備好了 準備好ty 準備好